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怎麼將一些很小的東西去量度呢? 其中一件事 除了光智我們怎麼量度引力 在一個很微細的尺度之下 是的 這裡有另外一門關於很精密的靈敏的科學 跟大家去分享 也都是這個星期的消息 就是在一個荷蘭的研究小組 應該是雷丹 University 他們這個研究小組 他們嘗試去挑戰極限 就是問一件事 我們能夠量度引力 去量度多微弱的引力呢? 你說如果是月亮和地球的引力 我們是可以量度的 甚至乎不要去到這麼偉大的尺度 我們量度一下地球對於我這個人的引力 我都能量度的 你其實放一個榜就是在量度這件事的了 這個榜的數字是怎麼得出來的呢? 除了我怎樣去定義這些單位之外 另外一個比較物理的解釋 就是因為地球整個球體的這個物質 它是和我身體組成的物質 物質和物質之間是有慢有引力的 那麼這種重力的作用力 於是反映了在一個榜上面 其實也告訴我就是 無論我拉著地球 還是地球拉著我的雙腳 都是以這個這麼大的力 就在這裡拉著我了 而這個力我用我的榜度出來呢 我通常就將它轉換 我不是用牛頓來做單位的 我就轉換做公斤來做單位 就符合我們日常的那種理解 那麼有人就會問 這些幾十公斤的東西構造出來的重力 我們量度得到的 我們日常生活都有很多應用 因為我們要計算一下負重 運輸有多少資源能量 但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去量度一些很微弱的慢有引力呢? 一條羽毛和另一條羽毛之間照樣都是慢有引力的 我們量度不量呢? 譬如說 我和我的頭髮本身有沒有慢有引力呢? 我會相信的 因為你告訴我 我慢有引力的嘛 是不是? 但是同時間你也告訴我 因為它太輕 所以我感受不了 但是以我們現在的儀器能力 最微弱最微弱的引力可以量到怎樣呢? 原來就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慢有引力本身是一樣的 你需要儲很多 然後才有一個小小的效應給你看到的一種引力來的 所以一直以來去量度那些重力常數啊 量度有引力都從來是一個 發展不是太多 不是那麼容易量度的東西啦 如果我們量度去不去一個粒子的層面呢? 就是那個粒子會不會給到第二個粒子一個引力的效應呢? 我就說這個是我們終極目標來的 也都是為什麼有人去做這個研究 還有今天為什麼要拿這件來講 就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是在一個原子的尺度 都能夠理解到一個 譬如一個宗子和一個質子 或者不要再說到這麼小 一個二氧化碳和另外一個二氧化碳 它們之間有沒有慢有引力呢? 那它們就應該沒有什麼電池作用力了 因為譬如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之間 大家上面的電荷都分佈得很均勻的 但是有一些地球上的物質 譬如說 水分子和水分子 它有很強的 政府那種叫做由淨電力給出來的吸引力的 但是其實它都有慢有引力的作用力在中間 只不過就是太小 我們忽略不去計它 但是有沒有辦法連這個這麼小 我們原本忽略不計的都可以計到呢? 我們很希望做到的 因為我們在說 如果能夠粒子和粒子之間的慢有引力都能夠精確度度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量子層面去度慢有引力 在量子層面去度電池力 度這個強弱作用力 我們是能夠做得到 那這些就是粒子加速器做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在這麼小的層面去度這個重力 去度到的話 其實就是對於我們去研究一個統一的物理力 去建立統一長論這些東西 是有非常決定性的作用在這裡的 所以我們最終極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做得到一個粒子和另一個粒子 他們之間的那個慢有引力都能夠度到 這個就是終極目標 這次來說 剛剛你展示出來的那個新聞 我覺得這個標題有一點點誤導的 但是我們未能夠真真正正在量子層面度到量子層面的重力的 但是在這一幫這樣的物理學家裡面呢 他們是很自力去嘗試是盡量將最小最小的東西之間的慢有引力度到最準最準 就是去推這個極限 但是就未去到這個粒子的層面 但是為什麼要量子呢? 其實我們將那個 我們現在在現實的世界 我們將它一路一路是將它脫掉那個粒子的大小 就量到這個引力了 為什麼要量子呢? 是的 你如果這樣說 你都是做一個理論的估算嘛 你認為將這些東西脫掉一千 接著那個力就會小一千 是不是? 這樣東西當然就是我們希望發生的東西 是不是? 現在就算不要說 我們對於在宇宙的尺度裡面的慢有引力有多大 我們一樣就是覺得 軟了一千倍 就將它one over r square 除回一百萬倍就是那個數字了 我們一樣會是這樣想的 但是到了越大尺度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一個這樣的數學關係我們有權懷疑 去到這個粒子的尺度的時候 是不是依然好像我們想的 這個數學關係發生 我們有權去懷疑的 事實上就是在這些這麼極端的環境 在極大尺度和極小尺度 很多東西是壞的 我們正正想知道它會怎麼樣 不遵守這個規則 所以就不要這樣鼓勵 就真的建立實驗去量 這樣才能夠知道真相 那要怎麼量量 就可以怎麼量量 現在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實驗裡面 這裡就要戴上一個頭盔了 它們不能夠真的量到粒子和粒子的層次 但是它們就嘗試去推這個極限 但是我都覺得非常了不起的 它們就弄了一粒東西出來 那粒東西 只不過只有0.43克而已 0.43克 你數一下可以多輕呢 那件東西比1克更容易 是0.43克 0.43mg 0.43mg 即是比0.43克要約1000倍 都不是你的手可以感受到的重量來的 這裡麻煩台長更正了 0.43克的蠔克 就是我們生活中什麼時候會遇到蠔克的東西呢? 就是當你去吃的那些補充劑 那些維他命C有多少蠔克就是這樣計給你了 那些裡面的金屬元素吃的那些這樣的營養補充劑 你就會看到 這些是以蠔克這樣計的 你吸收微量元素這樣的尺度來的 現在就是將0.43毫克的這樣的東西 將它去和另外一件有成一公斤這麼重的東西 它們之間的慢有引力作用來去量度出來 出來那個慢有引力的那個大小 原來是少數後18個位那麼多的newton 就是你要我說0.000 我都怕說錯了 究竟要數多少個零呢? 總之是少數後18個位 這麼弱的 如果用一個英文字我叫做autonewton 少數後18個位那麼弱的一個數 就可以建立一個裝置來量度出來 它們長遠的目標當然不是停留是這樣 它們很希望繼續破紀錄下去 其實你說如果想真正達到終極目標 去量度一個粒子 一個原子和一個原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它們再需要去進步多幾多倍呢? 我自己就私底下計過 那你都是要再是10的大約是 需要是10的15 就是差不多10的18次方那麼多倍 是的 那可以怎樣去計? 就是100萬的100萬的100萬的100萬倍 就是如果它能夠未來再可以再移到18個位 就接近最終極的目標了 那你都會覺得 哎 還差這麼遠 但是現在這樣都很了不起的了 所以都值得跟大家介紹 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它們是一個荷蘭的團隊來的 荷蘭 你看它做這些很精密的基礎科技 是很有這種心 很有這種耐性去做的 你見世界上最精準的是光刻機由荷蘭做出來的 你說如果做那些原子筆那些這樣的原珠仔 也都是這些 去到北歐啊 都不是去到很北歐了 荷蘭啊 甚至乎丹麥這些國家就做這些很厲害的 那麼這次量度這個最精準的這個重力呢 它們就要利用到一個超導體的裝置 它就將這個0.43毫克的東西 上面其實它是由幾塊東西去砌成的 是由一些帶磁力的東西去砌成的 所以它這個東西 如果放在一個超導體上面 是會被超導體浮起了的 超導體有一個特性 它就是在進行超導現象的時候 它是不會容許有其它磁力線刺進去的 所以你放一些有磁性的東西在它旁邊 它是會排斥了它 你扎在它上面 它就整個浪起了你 或者反過來 你下面放磁石 上面放超導體 整個超導體就會浮了在上面 如果你下面放超導體 上面放磁石 就反過來 那個磁石浮了在上面 那就會這樣了 它就將這一塊這樣的0.43毫克的東西 放了在一塊超導體上面 扔了它 然後在它旁邊那裡 就放一塊 有成一公斤這樣的質量的一顆銅的東西 就可以到處轉來 圓形的轉來轉去 所以它有時近一點 有時遠一點 看看我們能否感受到 現在量度一下 這件東西旁邊有給到萬有引力它的寵物 能夠令到它可以拉斜到有多少 能否感受到那種拉斜 而那種拉斜呢 我們發覺就是 如果你是運用了一塊超導體在下面去扔著它 然後去量度的時候 是可以從超導體上面給出來的反應 是量度到它上面那顆東西是在受到幾大的拉斜 所以我覺得整個實驗的設計本身就是最厲害的部分 它怎樣做到這麼靈敏呢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我們對於超導體現象的形式 就是現在我們超導體 我們都知道很靈敏的 就是因為我們量度那些磁力共振 量度老部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腦部有什麼磁的反應呢? 原來放一塊超導體在旁邊 它是有反應可以量度到你那個磁的變化的 那現在就是了 你放一塊磁石在超導體上面 其實也是給了一個對於周圍的磁場分佈有一個干擾的 而這些這樣的干擾就可以由超導體本身的其他的線路 去將它這個信號拿出來 於是我們就能夠量度到這個少數後18個位這樣弱的一個 的慢有引力就在這個裝置那裡去量度出來 剛才你說的原浮那個實驗呢 就很多年很多年前科學大的校長 時任科學大校長朱京武在香港公開做過的 另外你提到這個萊頓大學 事實上近來是相當著名的 就是由於李隆基的女朋友呢 她報稱就在那裡 笑什麼呢? 有沒有串錯字的?她那個信號? 沒有 她沒有啊 她現在是虛報的 是啊 簡直是不對的 就算有那張東西都是串錯字的 應該都是 但是很識貨啦 就是她可以找到這個萊頓大學去虛報這個學歷 那個學歷就說工程系 原來萊頓大學是沒有工程系的 是啊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這些這樣 你去申報 你申報之後去給一些有關部門審批 別人要看你證書的 那這些是題外話的 那證書有沒有問題呢? 這個跟我們科學生思是無關的 但是這個萊頓大學 也都正如你所說的 那它是能夠貢獻出 非常之厲害的基礎科學研究的一個學父 而事實上荷蘭的科學物理學家曾經拿過諾貝爾獎的 歷史的因素是這樣的 因為在這個十七世紀的時候 其實荷蘭已經有人發明了那個顯微鏡 是看當時的 我記得不是看細菌的 是看微生物 所以你看剛才說光學的發展 是不是通常這些發展是有歷史的因素呢?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你不覺得要找到一個傳統在那裡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那種新進去做研究的人 一定只是做回他們傳統的研究 其實也不一定是的 但是你會發覺他們不覺得 可能也是由經費那裡 也都給了很多這樣的資源出來 有人是做了很多在市面上的一些的行業 他是受惠於以往的這些光學研究 於是他能夠給出更加多的相關的研究的概念 和經費和人員出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得到他傳承 就是有一點這種自然選擇的情況在這裡出現 還有也要補充一下 你說如果說荷蘭十七世紀物理學的發展 其中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播 這些最新物理訊息的基地來的 因為當時那個航海事業 和那個國際貿易 你見就是取代了先前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地方 他那個地位 那隨之而來就是荷蘭人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影響 他如果不是說這麼重視這些科學的時候 他不能夠擁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去令他可以清霸在海上一段時間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當時的阿穆斯亞丹 就是全歐洲最自由出版的地方 很多書在那裡印刷和出版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最近去過阿穆斯亞丹 另外提一提就是他這個影響不單止在科學上面的 你看所謂的那個北方文化復興 這個Vernice Renaissance 他們畫的畫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Vernia 都是很集中研究那個光線 怎樣在那個畫上面去表達出來的 那最後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馬鈴引力去到一個這麼微觀的層次 事實上我們想想想到我們可不可以說 其實它對任何東西是沒有影響呢? 如果在那個量子的層面 那暫時他們那個研究小組都有提的 暫時其實就和我們想去探索的 叫做量子重力的這件事 就是實話未有一撇的了 剛才我給了這個數字大家的了 你還要努力多 就是你還要將你的精準度 推上多一百萬倍幾 一百萬倍幾 一百萬倍幾 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那只能夠這麼說 暫時他們能夠成為世界上 量度到重力做得最靈敏的一個機構 那這裡我也可以提一點點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呢? 地球上面有什麼的裝置 是需要運用到這麼量重力 量度得這麼靈敏的呢? 就是一個量度天空上面重力波的這些裝置 LIGO 甚至乎接下來還在說 可能在十幾二十年之後 就會在太空間做一個量重力的裝置 那個叫LISA 但凡用到這些層面 運用到激光去量一下 一些微弱重力信號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手段 一個方法來量度這麼微弱的重力 就能夠貢獻到很多一些 天文赤道的研究的 所以我也會覺得 不只是為破紀錄而破紀錄 當你能夠靈敏度、精準度提升的時候 你一定能夠輔助到現有一些研究的發展進步 我們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說 其實那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說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我和阿幾圖 我和阿幾圖